来自美国华府最新的消息 这是有关于中国大陆现在在国际间的实力与日俱增 这是美国主管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坎贝尔最新的喊话 他说呢随着大陆的崛起 美国跟中国有必要对对方做出一些战略性的保证 更要了解各自的红线在哪里 刚刚访问北京归来的美国助理国务卿坎贝尔 在华府一场有关美中关系的研讨会上表示 随着中国的崛起 美中双方有必要向对方做出一些战略保证 以避免摩擦或误采对方的红线 欧巴马总统下个月即将访问中国大陆 坎贝尔坦诚美中高层对话一般都会谈到台湾问题 美国不仅承诺维护台海的和平与稳定 而且明确支持两岸和平对话 我们在整个人的关系中和中国 I think they expect it, and we do not fail to miss the opportunity to reaffirm it. We also have made very clear to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that we support a peaceful dialogue and that we encourage that dialogue to take place in an environment of confidence on both sides.